HELLO 大家好 我是Bad 歡迎收看不一定講電玩的電玩之夜 所以我怎麼會突然來講電影呢? 沒錯啦 就是希望來蹭一下流量 從電玩講到戰爭歷史又扯到軍事 但其實這些影視作品都與史實有關聯 這樣才能讓內行人看出導演們的用心良苦啊 所以相信各位都是看完《復仇者聯盟4》才點進來的 我知道躲爆雷很辛苦 因為我他插的在首映當天就在粉絲團被關中爆雷 然後他就被我彈指封鎖了 而且這次沒有要解封的意思 No Resurrections this time 硬要來呼應一下 電影《復聯中局》因為美國隊長這角色 所以也充滿了二戰背景相關的文化梗 第一個就是很明顯的九頭蛇組織的問好方式 Hell Hydrant 九頭蛇萬歲 這句話剛好和二戰第三帝國納粹的希特勒萬歲行李大同小異 都是萬歲後面加上HV字首的單詞 真的很難讓人不聯想 就在1930年代開始使用的納粹裡 象徵者得意志民族的光榮等會讓我被經歷的事 不過今天的重點還是要圍繞在《復聯中局》最後的落幕歌曲 等到大家知道這隱藏意涵之後應該會再多一份感動 過了十年小心翼翼地鋪陳這二十多部電影 連《復聯中局》這電影標題都要等到最後一刻才被公諸於世 儘管漫威很會保守秘密 但是很多鐵粉早就知道克里斯伊凡的合約要到期了 換句話說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在螢幕前扮演美國隊長這角色 我記得在預告片上架的時候就有蠻多國外的podcasts在討論此事 然後電影最後果不其然 美國隊長藉由歸還寶石的時空旅程去完成他等待70年的事 他再回到這個時間點後已經是超老的美國隊長 感覺像是克里斯伊凡扮老裝還是CGI 現在的科技真的是我已經分不清楚真真假假了 總之他也把美國隊長的盾牌交給篩姆 象徵了職責傳承給下一代 最後電影回到了1940年代的二戰時期 史蒂芬羅傑斯沒有誓約底和愛人Peggy在家中漫舞 時空旅行的部分恐怕有請超立方來解釋了 最終看見這對家人至少在其中一個時空內能過著平凡的日子 感覺就很心安了 背景播放的是1945年美國當時排行榜第一名的名曲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不過在介紹這首老歌之前呢 先帶大家來看看美隊和Peggy這支舞到底有多麼重要 從最早2011年的電影美國隊長 銷售版的Steve Rogers就有和卡特小姐說 女人們不會和一個笨拙可能會踩到你們的腳的男生共舞 然後電影最後呢Steven知道自己沒有存活的機會了 在無線電上和他說那支舞我可能要放你鴿子了 他在另一頭悲痛底回音說 你最好別給我吃到 然後這段對話從1945年之後就冰封至今 在2015年的復仇者聯盟傲創紀元這段舞有被重演了 但那都是假的 屬於各個角色內心創傷的PTSD幻覺 2014年的美國隊長而酷寒戰士 美隊和已經年華老去的Peggy有段真實相遇 Peggy說到 It's been so long so long 和這首歌的歌名也有相對應 而且真的已經等了太久太久了 同一部電影這首老歌也有稍微跑出來和大家預告一下 就是在Nick Fury闖入美隊家中 要播音樂來掩蓋他們對話的時候 Catie Callen所演唱的版本 在1945年11月為當時的第一名熱銷單曲 建議大家可以放在背景播著聽 因為我的影片怕會有音樂版權 所以就不方便當配樂了 製作團隊很聰明的 不只隨便找一首二戰當時的Swing風格爵士樂就來充當一下 而是選擇了美國隊長被冰封的那一年的金曲 二戰歐洲戰場在1945年5月7號結束 這首歌在11月才上榜 就維持第一名直到1945年年尾 歌詞在描述士兵戰後回到家中被愛人或親人擁戴 主要以家中苦等的愛人視角來抒發 我覺得我的翻譯會沒那麼有示意 不過大家還是將就看一下吧 經過了時空的壓縮 我們看到了Steven美國隊長的戰爭 沒有因為二戰落幕而結束 那使得他回到1945年 但或許比所有經過二戰的士兵看得還多 但不管是經過薩洛斯還是二戰納粹的洗禮後 戰後歌曲都流露出一種 男男女女終於能回到戰場生活的步調 同時也暗示著Steven這美國隊長角色 也完結了自己的戰爭 或許也暗示著粉絲們 漫威這十年的瘋狂旅程 就要再次劃下句點 女主唱Catty Callan在2016年才去世 最後她也對這首歌說出想法 那些歌詞是如此簡單又傷感 他們沒有敘述喜悅 而是比較嚴肅甚至是憂鬱的 因為這場仗實在是打了太久又太久 這大概就是《復仇者聯盟4》中許的歷史背景介紹 聽完之後或許會有更多感觸 從簡單的戀人相遇到整個大戰結束後的格局 希望大家聽得過癮啦 歡迎在下方寫下你的觀後感 想知道更多有關電影和歷史的結合資訊都歡迎訂閱本頻道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Patreon贊助平台最終會有連結在中間 如果想幫我更無慮的創作的話 就快加入matis的行列吧 記住別太相信網路上的東西 不然你看驛戰就不會發生了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掰掰